2016年文憑市卷1B第5条的C部分 题目就给了一个数据库给你 然后要你根据它的sicle查询 看下输出些什么 这个sicle说选择selectHBR就是心跳率 还有一个pD不过 它前面加了一个凯数叫mean mean就是minimum最小值 所以这条当然考虑你知不知道这个mean是什么意思 相反最大值就是maximum max 最小值pD日期 即是只有这两个栏位 所以我们可以先写这两个栏位的标题 有HBR 也有最小值的pD 就是会输出这两个栏位 虽然它是有三个栏位的 接着有个条件 条件是HBR要小过50 那我们看一下HR小过50是哪些 例如这个小过50 这个小过50 这四个都是小过50 而它要group byHBR 什么叫group by呢 group by就是将它变成群组 用HBR转为群组 所以我们看一下HBR HBR在这里 这一个就是心跳率 将心跳率转为群组 那就是什么呢 相同的项目变成同一组 那我们开始看一下 好了 48 是一组 接着44 是一组 44是一组 所以第二组是44 接着48 也是第一组 所以这里可以分成两组 所以group by 你就可以将它group by什么资料呢 然后看它相同的内容 就将它组合成为同一组 那这里两组 那就48先 然后44两组 所以这里就会写48 接着就44 那我们先看第一组 第一组是这两个 48这一组 刚才说过它要找minimum pre-day 就是说小的日期 那我们看一下哪个日期是最小 这两笔资料 一个是11月21 一个是4月1 这个是2015年的 那当然2015年是比较细 这个就是这一组里面 比较细的一个项目 而这个就不会出了 因为它不够它细 因为我只要minimum最细的一个 同样道理 44的一组 即是这一组 44 同学就自己比较一下 这两个日期 哪个是小一点的日期 然后将小一点的日期 写在这里 这条特别的地方就是 首先会用到group by 要你懂得把同样的资料 群组 另外用了minimum 那这里举一个额外的例子 如果题目是另一条sicle 是group by customer number 的话 那你见到这里可以分成哪一组 那这些 01的就是一组 这个就是另一组 所以如果group by customer number 出来的sicle 应该就是 customer number 然后 10001一组 10002一组 然后这边不知道是什么 譬如很多时候 文文士都会考你 硬性 数下有多少个项目 到时就是这样group 之后再数 就可以回答到这一类group by的题目